可以信任医生吗 很多年前我做 十几年前我做骨折手术 上了手术台 医生可能觉得这是手脸 你觉得 咱要做手术了 那时候还没打麻药呢 咱要做手术了 你有什么想法没有 我说一切听您的 您是医生 一定是最棒的 我就转身开始跟麻醉医生 开始聊天了 手术非常成功 我踢球的时候骨折的 两个月后去医院里拆钉 手术五个月后 跟我的球队回到医院 跟我们的球队回到医院 跟医院踢了一场汇报比赛 我的恢复速度是专业级的 那信任 才会让你成为最大的 受益者 前不久 跟朋友在一个北京的蒙古族的餐厅里吃饭 然后中间 有那个小的乐队 过来演出 最后说 请马提琴手帮我们拉一首曲子吧 马提琴手下意识地 就 你们想听什么 点什么 因为他到每个屋都是别人点 没想到那天我跟他说的是 拉您最想拉的那一首 他突然一愣 应该没有人这样对待过他 他非常 出乎于料地用了一段时间去思考 然后拉了一首曲子 水平极高 因为他不再是为你拉 而是突然觉得受到了信任和尊重 您知道最后的结果吗 在临走的时候他说 我能为你们再拉一首吗 这句话的意思是 免费 而且又是一首水平极高的曲子 我总是成为信任的受益者 于是在跟学生 在跟平常很多人沟通的时候 我就常说 信任是一种能力 信任也是一种力量 不信任和信任都可能有风险 以我五十多年的人生生涯来说 信任的风险 远远小于不信任的风险 不信你去信任事实 接下来 患者在整个诊疗的过程当中 这几十年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 叫患者复权运动 过去几十年之前 在一个治疗的过程中 患者没有权利参与异见的 都是医生定 如果没治好 比如说倒退七八十年 医生来了请郎中治 没治好 哎呦这孩子命不好 这人命不好 老天爷不开眼呢 你看他要么怨老天爷 要么怨命 从来不会怨郎中 怨医生 虽然所有的决定 全是医生和郎中做的 但是过去这五十年 全世界的患者复权运动 愈演愈烈 现在的医疗 已经明确地要求 在治疗方案的选择 和在治疗的过程中 患者有权利参与决策 可是问题就来了 医生都会说 我告诉你什么病 然后有A方案 B方案 C方案 你选择哪一个 这患者就比较难干了 患者一点不懂 好办 特别懂 也好办 最怕的就是 懂一点 不全懂 这就麻烦了 一点不懂 您说了半 大部分医生 绝对会选择 最优化的方案 彻底懂 好商量 同行 懂一点又不全懂 四处看 自己还拿主意呢 但是一知半解 医生最痛苦 由于现在 在这种患者复权的背景下 医生承担着相当大的 责任和法律责任 所以医生 即便是你动个蓝尾手术 也会把你最糟糕的结果 全提前告诉你 我要不告诉你 后果就很糟糕 而且医生越来越谨慎地开始用 挑不出任何毛病的术语 讲给患者你的问题 因为 如果我要把它翻译成普通话 就可能有漏洞 将来有可能在 出现了问题的时候 承担责任 我就会吃不了兜着走 还有 当这样的问题愈演愈烈 当不信任 越来愈演愈烈的时候 您要知道 医学相当多的诊疗过程 是需要一定的冒险的 用这种方案 50%治疗的可能 还有50%可能不好 但是如果不选择这种方案 你100%不好 可是现在的医生 在这种巨大的责任压力的面前 您觉得他敢冒险吗 换你 你会不会冒险 如果没有保障的话 除非医院 拍着胸脯 任何非道德性的 医疗责任 医院为你兜底 那也要鼓鼓勇气 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 倒霉的是谁呢 倒霉的是患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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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